大家做一下 来吧 把它调一下 好的 来新建一个文件啊 新建一个我们今天的 Boot Base基础.html 好的 我们来建一个文件啊 建一个文件 上一堂课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了 Bootchip这个框架 它用来干嘛的呢 用来干嘛的呢 大家记住了 所有用到的框架 它的 所有用到的框架 它的最主要的特点就是快速开发 快速开发 那它快速开发什么产品呢 开发什么产品 基于什么样的技术呢 我们说是开发的是响应式布局 移动设备优先 移动是mobile是吧 的一个web item web item啊 web项目 那基于哪些技术呢 基于什么html html就是网页的结构 是吧 网页的标准化 啊 标签语言 css样式和js框架 js框架 这是上一堂课给大家大致的讲了一下啊 大致的讲了一下 那么今天我们把这个bootchip它常用用到的一个三格布局给大家讲一下啊 三格布局给大家说一下 新文件来了 一起复习一下啊 一起复习一下 bootchip 对吧 首先我们把这个架构搭起来啊 搭起来应该是什么 它需要是哪些哪三个必要的文件啊 哪三个必要的文件 如果忘了没关系啊 如果忘了没关系 我们在这个起步里面可以start里面可以找到它的基本模板 可以找到它的基本模板 那我这边给大家讲的呢 我们我们给大家讲的呢 是考虑到目前实讯式或者说我们目前的情况下面不考虑R18以下的 R18以下的浏览器的各种特殊情况啊 各种特殊情况就是这边模板里面给的这些 那我们不考虑 所以在这里我们做的比较简单啊 基本上就可以用起来的是怎么样做呢 来一起看一下啊 我们把这个bootchip的模板文件给再做一下啊 模板文件就是需要哪几个文件呢 需要哪几个文件呢 一个是需要一个link一个 link一个css样式文件 是吧 link一个css样式文件 我们把它下来啊 是bootchip css或者bootchip min css都可以啊都可以 min是开发版是压缩过的 min是开发版是压缩过的 好我们选了 下面一个啊下面一个啊下面一个再来 再来还需要什么呀就三个文件能不能想起来就三个文件 还有是script 这里面什么呢 这里面什么呢 src src是什么呢 lib里面的这个lib我是已经提前准备好了 提前已经准备好了啊 js里面首先需要一个几块 首先需要一个几块点 js库文件 这个我上一堂课给发给大家了 大家保存起来就可以了啊 保存起来就可以了啊 有顺序一定要先写这个几块点 3.4啊几块就可以了 版本不是要求 script再加一个 再加一个啊 再加一个 再加一个是什么呢 bootchip.js或者bootchip.min.js都可以 带min呢就是压缩版的啊 带min就是压缩的 好的 三个文件有了以后 我们就说最基本的bootchip 看到三个文件了吧 一个是css样式文件 一个是几块 啊点js文件 一个是bootchip.js文件 三个文件有了以后 最基本的啊 这是必须要符合条件的 最最基本的 最最基本的 三个文件 三个文件引入过来 引入三个文件 那么我们的bootchip的模板呢 就可以了啊 就可以用起来了 一二三 第一个是link是吧 link css 然后是script 架script 之间有src src 把它连接起来 这个三个文件 从哪来 这三个文件 从哪来 再说一遍啊 这三个文件 从哪来 第一个和第三个文件呢 我们可以直接 从官网上 官网上 从下过来啊 直接可以 从官网上下到来 这有下载 这有下载 用于生产环境的bootchip 从这点下载就可以了 就可以有 点了下载以后 我们就能找到 找到 就能看到 这个里面有几个呢 有css样式文件 有fors文件夹 有jess 文件夹 跟我都是一模一样的 文件夹 都是跟我一模一样的 但是这个呢 只包含 这里面只包含 一二两个 中间这一个呢 自己去找一下 是解cry啊 中间这个是解cry 我给了大家 也可以到 它的官网上去找 也可以到 它的官网上去找 好的 这是三个文件啊 三个文件 有了以后 我们的bootchip 它的基本模板 它就有了啊 就有了 就可以直接来做了 那么上一堂课 我给大家做了一个 基本的样式啊 基本的样式 嗯 还记不记得呀 就直接可以拿过来用的 直接就可以拿过来用的是吧 那么比如说 我这里有个组件 我们一起复习一下啊 比如说我们有个组件 比如说我一个导航条 比如说有个导航条 我有了个bootchip框架以后 我的样式等等这些呢 就都可以拿过来用了 拿过来用的时候呢 最基本的就是 直接把它的原代码复制过来 复制过来以后 目前为止不做修改 我们真正用到 实际应用当中 是肯定会要做一些修改的 但现在我们不做修改 我们只是验证一下 验证一下啊 我的框架布局 是不是都能用起来 肯定是样式也有了啊 样式也有了啊 这个菜单也有了 响应式有没有出来呢 我发现响应式也出来了 对不对 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这个 我们的bootchip 它的基本模板是没有问题的 对吧 它的三个文件 三个文件都是可以正常用起来的啊 三个文件都是可以正常用起来的 你看到吗 那么 那么下面呢 这是直接拿过来用的这一块啊 直接拿过来用的这一块 但真正我们开发具体需求的 具体需求的时候 没有这么简单 是吧 肯定还需要有一些修改啊 肯定还需要有一些修改 但是用法大家已经看到了啊 用法已经看到了 当我想要用到的时候 它既然是框架 它就已经定义好了 已经定义好了很多东西 我就直接可以拿过来用了 这三个文件大家记好了 这个bootchip啊 bootchip三个文件引入 就是它的基本模板就可以了 那么今天我们要讲什么呢 今天我们要讲从 如果不用 我们不用它里面的 现在的这些组件 我用bootchip来做响应式的布局的时候 它怎么来布局的啊 怎么来做一个页面架构的 怎么来做一个页面架构的 那么bootchip它有一个 这特别特别明显的一个特点 就是三格化的布局啊 三格化的布局 嗯不知道英文是怎么说的 我英文不太好啊 那么它是一个三格系统 这个PPT呢也给了大家了 好像上次已经放了一次了 已经放了一次了 那么我们这个bootchip 它是通过一个行 一行和各个列来组合进行布局的 什么意思呢 什么意思呢 我要画一张图 画一张啊 在这有这有图 看一下啊 这个图不 这个图不看 不清楚啊 不清楚 想一个办法 想一个办法啊 word呢 我的word 先建一个 好的 我们看一下 它的三格系统是什么意思啊 三格系统呢 它其实在这里面 它只负责宽度啊 我们这里主要就是宽度的一个响应 高度是跟着高度是跟着宽度来自动变化的 尤其是图片啊 它会自动变化的 当然这里不包括字体大小 字体大小这些我后面会讲啊 那么这个部分是什么意思呢 三格化什么意思呢 我们插一个表格吧 插入一个一行十二列 固定的目前为止它是可以默认都是十二 十二列 但是可不可以改呢 是肯定是可以改的啊 肯定是可以改的 我们目前为止都认为都是把这个一行 整个页面啊 页面一行呢 把它分成定义成十九十二个格子 十二个格子 大家看一下啊 十二个格子 是一十二 然后呢 当我需要进行布局的时候 我就来说我需要粘这一 粘这个十二格子当中的几个格子的宽度 大家看啊 要粘几个格子的宽度 这里特别注意是粘几个格子 而不是粘几厘米 或者是多少具体的尺寸 是粘几个格子 几个格子啊 比如说我们现在来插入一个 我来插一个形状啊 给大家看一下 嗯 比如说我现在要布局啊 我布局成这样 嗯 形状的轮廓 比如说我现在 一个是粘五个格子是吧 再来一个 再来一个 再来一个是粘 这是几个格子了呀 再来一个 这是粘几个格子了 五个格子 下面就是七个格子 对不对 那就是宽 我们经常看到的 左边栏 粘五个格子 右边栏 粘七个格子啊 粘七个格子 这个能听懂的吧 然后如果我们的这个页面 发生变化的时候 我们来想啊 如果它的页面 发生大小变化的时候 这个格子 它也是跟了 它发生变化的啊 格子也是发生变化 所以它始终是跟了 它始终是认为什么 五个格子 始终来牢的 粘住 粘据五个格子和七个格子 五个格子和七个格子 跟着页面一起变化 跟着页面一起变化 嗯 这个页面的大小 页面的大小 我们就这样看吧 这样看吧 哪怕你页面 整个页面变小了 整个页面变小了 但是它依然是 粘里面的五个格子 和后面有粘七个格子啊 粘七个格子 就是说响应是什么 我不管我的页面 宽度的尺寸 我抛开页面 多宽这个概念了 没有单位啊 没有单位 反正它把宽度呢 分成了十二等分 十二等分 然后我们布局的时候 只要告诉 只要明白明确 我粘十二等分当中的 几等分就可以了 有可能粘三等分 有可能粘四等分 那么这个粘几个等分 那么随着我的页面 大小的变化 我的这个粘的 也会 我的宽度 也会跟着页面发生变化 就是一个响应式啊 这就是一个响应式 这是最基本的一个思路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就是十二个格子啊 十二个格子 就是一个响应式的问题 那么在我们实际的时候 怎么来实现呢 怎么来实现呢 嗯 我们把这个代码拿出来 给大家看一下啊 代码拿出来看一下 不要觉得难 其实代码没有太多东西的 代码没有太多东西的啊 我们的官方文档上面啊 官方文档上面 首先就有一个布局容器的概念 容器啊 布局容器的概念 容器里面就有三格系统 看到吗 有一个叫三格系统 三格系统 它是一套响应式的移动设备优先的啊 三格系统 它随着屏幕 适口的增加 增加系统会自动分为 目前这个Bootchrip3 3它默认是 默认是十二连啊 如果我要改也是可以改的 但是我们现在不改啊 大家都默认它是十二连 那么定义好了十二个格子 相当于是十二个格子 当我的页面发生大小变化的时候 我只是 只是跟格子有关 几个格子有关 注意啊 每一个格子发生变化 不管我的事 只要它的几个格子不发生变化 就可以了 所以啊 我们这里就实现了一个 最基本的一个响应式啊 最基本的一个响应式 我们看一下 怎么来做的啊 怎么来做的 首先它有一个容器的概念啊 有容器的概念 我们来做一下 这个容器的概念呢 它是固定的啊 不是我想怎么写就怎么写的 大家看一下 叫container 点container 点container 就是它的一个类是吧 它的一个类名啊 类名 点 container 点container 看到了啊 那点container 那么我定义的一个DIV 类名用的是点container 看到了吗 看到了吧 这个container 这个container 我不需要再去写它 因为这个container的样式 已经在我引入的 Bullchip CSS 样式里面已经有了 已经有了 它就是叫做一个容器 叫做一个容器 我所有的内容呢 都是放在container里面 注意啊 我所有的内容都是放在container 容器里面 这样的一个容器 是一个什么样大小的东西呢 我们 加一个 来看一下吧 这个容器有没有大小呢 给它加一个啊 我们看清楚一点 好吧 先看一下容器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啊 我们来加一个 宽度是不需要的啊 我给它加一个高度吧 哎呦 哎呦 错了啊 现在先什么都不加 我们加一个 加个background 看一下能不能看出什么东西来啊 可能要加个高度 点container 点container 重复写一下啊 background 给它加一个颜色 啊 现在先看一下啊 先看一下这container 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啊 看不出来吧 看不出来 因为没有加高度 给它加一个高度吧 宽度不需要啊 给它加一个高度 30px 嗯 那看到了啊 看到这container了 是吧 我加了个高度 大家就看出来了啊 看出来了 它是一个容器 这个容器 有什么一个特点呢 大家看啊 看清楚 我把它放到最大 我把它放到最大 哎 不是这个 放到最大 是它 啊 我把我把我把这个F12 F12一般都是开发者工具来进行调试的啊 来调试的 那么打开以后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面有 哎 这个啊 大家看一下 看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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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个右上角是不是有尺寸出来啊 1062x497 看到吗 看到吗 宽度啊 宽度宽度宽度 宽度 我这个是什么 看到 看到 1160 1120 1120 1120 1170 看到吗 这是我屏幕尺寸啊 屏幕尺寸 看到我的屏幕尺寸了吧 好的 我们来看一下我的container 它的样式啊 大家看一下container的样式 container的样式宽度现在是1170 看到 宽度是1170 看到吗 1170 然后我们来改改改 改啊 container 现在变成多少了 大家看啊 小语1170了以后 container是多少啊 这边是970了 看到了吗 小语 小语1200的时候 它的宽度变成970了 看啊 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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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0变了以后 就变成多少啊 它的宽度就变成750 看到了吗 这里有一个啊 这里有一个750 看到了啊 我们仔细在那变化一下 然后我的屏幕继续变啊 继续变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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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屏幕的大小从这个右上角看啊 屏幕的大小从右上角看 再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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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发现这个时候 这个是我的container宽度 还有吗 看 看 这个时候container的宽度是多少 container的宽度是多少 你看一下 大家看一下 它是不是百分之百的宽度了 这是屏幕的百分之百宽度了 看出来了吗 是屏幕的百分之百宽度吧 也就是说当我小到一定值的时候 我的屏幕小到一定值的时候 我container container它就是百分之百宽度 对吧 当它大于到某一个值的时候 来 它就开始有值了 它就开始有值了 container啊 那这边就是750出来了 对吧 然后再来 就是750上面就是一个970 看到了吗 这边就是一个970 然后再往上翻 屏幕再再大 再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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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变成1170了 1170以后它还变吗 它好像就不变了 1170以后你的屏幕再拉 它也不变了 它就是1170 看到了吧 这就是container 它一个容器 容器的一个基本响应 容器的一个基本响应 当我的 大家来看一下 这个不需要大家记啊 你知道这个变化过程就可以了 而且它是默认 它的样式在写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到 它是不是居中的 它是不是都居中的 container 那在这边 它是居中的吧 margi 0after 这个是不是 这个有个padding啊 那 它是居中的啊 它都是居中的 而且它默认是有 默认 这container 它是有padding paddingright padding 它都是有paddingright 和paddingleft的 这些为什么也要记呢 我们正是在做的时候 有的时候需要把它给去掉啊 需要把它给去掉 那么现在大家记住就行了 好 这个是一个 它的container的一个响应式 主号啊 container的响应式 在哪里也反映出来了呢 我们bootschip里面 来大家来看一下 我们的官网上也给 也给出来了啊 官网上也给出来了 布局容器里面啊 布局容器里面 大家看一下 官网上也给出来了呢 container 当我的屏幕 刚刚给大家看的 屏幕大于 1,200的时候 大于1,200的时候 我container总是 就是1,170 1,170 当我在992 大于992 在和1200之间的时候 就是970 看到一个数值了吧 然后在768向上 小宇992的时候 它是多少啊 750 750 对不对 然后最小的啊 在小宇768的时候 小宇768的时候 它没有最大宽度了 就自动 所谓自动就是百分之百 宽度就是百分之百了 对不对 宽度就是百分之百了 那么这个表里面啊 这个表 这是我们的bootschip官方文导 你们可以看英文版 英文学的好了 可以看英文版 中文学的好了 看中文版 都没有关系啊 然后container 我们看啊 他给他加了 我们有12列 12列呢 虽然分成了12列 对不对 然后把屏幕 分成了超小 XS啊 XS在这 分成了四个档 屏幕呢 分成了四个档 屏幕的大小啊 分成了四档位 四个层次啊 四个层次 那四个层次呢 有XS 就像我们穿衣服一样的 有超小号 有4末 有中号 MD 还有呢 大号 有XS超小号 看到吗 有4末 小号 中号MD 和LG是大号 看到吧 屏幕分成了四个 那么对应的尺寸 大家了解一下 就可以了 比如说什么是超小号啊 那768以下 小与768 就是 XS超小屏 是吧 768到992之间 就是SM 小屏 MD就是992到1200之间 就是中屏 大于1200 我们就称为大屏 大于1200 就称为大屏 看到了吗 好 那这个就是一个容器 容器在不同屏幕之间 它也已经有了响应 已经写好的 已经写好的 这样一个响应 响应 那么如果有一种情况 我们看 再来看啊 再来看 我们的容器 在这啊 有一种情况 就是我始终想让它要满屏呢 如果我始终要让它满屏呢 现在我都是居中的 对不对 是有居中的 如果我这个容器 始终要让它满屏呢 它有容器 有两种给你提供了 我还可以写成这样啊 大家看一下 我现在是class等于container 对吧 class等于container 我还可以这样写啊 我还可以写成这样 class等于 container fluid 啊 container fluid class等于container fluid 看到吗 来 我们把这改一下啊 container fluid class等于container fluid 容器有两种 一种是container 一种是container fluid 怎么老师 怎么老师复制错啊 什么问题啊 好的 容器有两种啊 一种是叫container 一种叫container fluid 那container fluid 和container 它们的关系呢 很容易就辨别出来了 大家一看就知道了 你看 container fluid 是我不管屏幕怎么变化 我不管屏幕怎么变化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的这个样式啊 啊 就它了 你看啊 我不管我的屏幕怎么变化 我的宽度都是百分之百 看到了吧 我的容器始终是整个屏的百分之百 可能我拖的时候有点延迟啊 它始终是百分之百 也就是说 我们在选择容器的时候 就一开始就应该能够判断出 我是用container 还是用container fluid啊 就要判断出来 我是用container 还是用container fluid 它们的区别 刚刚已经说了 如果要始终满屏 始终满屏宽度是百分之百的 始终满屏 那就是container fluid 就这个区别 还是挺好 挺好理解的啊 这是容器 这是容器的概念 好 有了容器的概念以后呢 我们把这给去掉啊 我们不用container fluid 就用container 有了容器的概念以后 我们下面就要开始来进行三格化的 三格化的这个用法 那么什么叫三格化呢 啊 有了容器以后 我们就要里面呢 它里面有一个三格系统 在这个容器里面 有一个行和一个列 有row和quorum row和quorum 就像表格啊 类似于表格 这表格正好是一行十二个列 是吧 一行十二列 十二列 你到底这个十二列 沾几列呢 一行不叫十二列 一行一行里面分成十二列 你到底沾几份呢 是吧 到底沾几份呢 好 下面就来写一下 首先要有行 行里面才有列 这个行千万千万不能少啊 千万千万不能少 来看一下 嗯 行写在哪呢 肯定是在容器啊 容器就是最大的 container是最大最大的啊 container最大 所有东西都写在container里面 那么下面固定的 就是肉了 固定的就是肉了 大家看啊 固定的就是肉 也就是说这两个步骤是固定的 一定是这么写的 没有为什么 他这个bootstrap 他的框架就定好了 就按照他的规则 我们要用他 就要遵守他的规则 对吧 所以container容器里面就有一行 行里面有什么呢 那个行里面就有了啊 行已经写好了是吧 行里面要有quorum 行里面要有quorum quorum就是什么呢 就是列啊 就是列 这个列怎么写 我们看一下 列是quorum的开头 COL COL 然后他有多少种写法呢 看啊 有LG-1 LG-10 LG-11 LG-12 好多好多 然后看啊 除了LG以外 还有MD 刚才对 刚才我写的LG MD 大家有没有 有没有感觉了 LG代表什么 LG代表什么 LG代表是大屏 对吧 LG代表是大屏 这里要注意了啊 LG代表是大屏 然后呢 MD代表是中屏 这个一定要注意了啊 任何时候都要记住 SM是小屏 XS是超小屏 那这个时候 我在写 我在写这个的时候啊 在写列的时候 我就要考虑 我有什么情况 需要进行响应的 有什么情况 需要进行响应的 我们现在先用一种情况啊 先用 先写一种情况 就是中屏以上 都是同一个效果啊 中屏以上都同一个效果 我们先来看一下 嗯 嗯 我们来写12个啊 我们来写12个 一开始写12个 OK 看一下啊 一 嗯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看到了吗 MD-1 MD-1就代表 我在中屏 中屏 中等屏幕啊 中等屏幕 能不能马上想起来 大概的尺寸啊 中等屏幕上面呢 我就沾一个格子 都是沾一个格子啊 都是沾一个格子 所以我有总共有几个 总共就有十六个 对吧 十二个对吧 七 那么这里面给他加上一个内容 看上去更清楚一点啊 十 十十一 十一 十二 好的 那么这个里面我给他加一个吧 加一个 嗯 点肉 点DM 点DM 啊 谢谢你们给我送的花 我给他加一个 波的 啊 那么能不能加一个简单一点的肉呢 给他加一个 给他加一个波的啊 加一个波的 但是这个每一个都要复制一下 好麻烦呀 来吧 不管了 写就写一下吧 给他加一个线啊 加一个线 波的 APX 给他加一个线啊 加一个红颜色的线吧 OK 好的 然后 然后我要给他修改一下 是吧 复制一下啊 嗯 在这里面 在这里啊 嗯 要加一个空格 加一个线 好了 都给他加了一个了啊 嗯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效果吧 嗯 嗯 好吧 有问题了 12个线 在这 好了 在这啊 我把这个再删掉一点啊 删掉一点东西 大家看一下啊 就看不清楚是吧 看不清楚 container container 这就有问题了啊 container 这个就不要了 这个就不要了 然后 这个我们给他加一个宽 container不要了 container不需要了啊 这个给他加一个宽和高啊 宽 五十 五十 宽 宽 五十 五十 高 也是五十啊 也是五十 ok 然后来吧 刷清一下啊 刷清一下啊 好了 我们的container呢 是吧 con class roll 难道这个被我改 改错了 应该呀 看一下啊 是十二个啊 好 看一下 我们把它来 好 看到了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我把它变成 container food呢 为什么这个有点 看上去有点奇怪呢 点container food啊 看一下 我要满屏呢 我要满屏呢 满屏是满屏 但是这个十二个 它怎么不是满屏呢 这有问题啊 稍等啊 稍等一下 写代码经常会出这样的问题 是吧 class roll 我已经给它加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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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稍等一下啊 food 这个没加上去的这一个部分呢 这一行 给它去掉 然后 containerfood 怎么会这么个小小问题还会出问题呢 不应该呀 看一下啊 background caro是 不好意思了 这里出点问题了 跟我想象呢 有点 有点差距了 让我觉得 让我觉得是不能接受的这个问题 不应该是出现这种问题的啊 不应该出现这样的问题的 我重写一下吧 这个里面写的 多得很啊 我先稍写一个啊 为什么呢 少写一点啊 刚才写的太多 现在调试一下 大家稍微开看一下 我也没关系 你们就看一下吧 先看一下吧 少写一点啊 我少写一点内容 高是百分之百啊 然后再加个颜色 还不能加颜色 这两种颜色是一样的 还不能加颜色 加波的吧 给它加一个 是有问题了 是有问题了 是什么问题呢 好了 出来了 十 一和十一是什么 十是什么呢 这里是一 我沾了一个格子当中沾了 第一个格子当中沾了两份 对吧 我第二个格子呢 沾了十份 这样子看吧 沾了十份 我现在是放两个格子 但是两个格子 大家看啊 两个DIV对不对 两个DIV呢 我都只是给它一个是沾了两份 一个是沾了十份 那如果是像刚才一样 我只各沾一份 只沾一份 我们再来看一下 只沾一份 那么剩下的我就是复制了啊 复制到十二个 我就非要把它复制到十二个来看一下 三个 四个 五个 六个 七个 八个 九个 十个 十一个 十二个 对的吧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 对吧 十二个格子 我再把它复制看一下 复制一下看一下 复制一下看一下 好了 十二个 对吧 十二格子 十二格子是什么情况下 是每一个每一个DIV沾一个格子呢 是什么情况下呀 是在MD 看啊 是在MD MD是什么啊 中平对不对 是不是中平啊 嗯 是在中平吧 这个顺序我就不敢不写了啊 这个里面的值我就不写了啊 我们是在中平的时候 它是沾一个格子 那中平大家可能忘了 刚才忘了中平是什么 中平是什么 中平是多少到多少啊 这里面中平是多少啊 在七六八到九九二之间 是吧 七 哦不对 中平是九九二到 一二零零之间是中平 九九二到一二零零之间是中平 那我们来看一下啊 我们的中平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九九二大于九九二的时候 哎 来吧 看吧啊 看大于九九九九二到一二零零之间 肯定是每一个都占一个格子 对不对 那现在是对的啊 九九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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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然后一二零零 那小于九九二怎么办呢 你看你看小于九九二是不是就出现变化了 小于九九二它是不是就自动出现变化了 看到了吧 你看这个肯定不是九九二 你看 九八六八 九八六九八六 九九零 九九零的时候 九九二是不是就到这来了 对不对 所以 我们在这写的 MD MD是中平 中平的一个点 就是九九二 对不对啊 九九二大于九九二的时候 他就是沾一个格子 一个DIV就沾一个格子 一个DIV沾一个格子 注意啊 这种情况 然后大家看清楚 我再来拉 再来拉 中平到大平 大平是大于1200吧 好看看数值啊 我拉到大于1200的情况 我们再拉啊 再拉再拉再拉 你看 大于1238 现在是1238吧 看一下啊 1233 1233的时候呢 已经大于1200了 大于1200的话 是不是已经是LG平了 但是他这个有没有改 是不是还是每一个沾一个格子啊 每一个沾一个格子 对不对 没有改吧 没有改啊 也就是说 当我设置了MD中平以后 设置了中平以后 他默认的 如果没有设置大平啊 没有设置大平 他后面的 他向上兼容啊 他后面的LG LG平啊 LG平就会和 和MD平 MD平 MD平的布局是一样的 MD平相同 这一点特别特别注意啊 特别注意 特别注意啊 就是说我设了MD平 那么LG平 如果你不特殊设的话 他就一定是也沿用MD平 但是向下 向下就不是了 向下就 向下他就覆盖了 向下是什么的 向下他就变了 对吧 小语992的时候 刚刚给大家看的 小语992的时候 就不是这样子了 对不对 你看小语992的时候 他就改了布局了 看到了吧 看到了啊 就这样的一个情况 就这种情况 所以在我们 在写格子的时候 我们要先确定 我想应式的情况 到底选哪一个 是先写MD 还是写XS 还是写SM 还是写LG 那么一般情况下 如果 如果MD MD和LG相同 那么我从哪开始写就可以了 我只要写MD就行了 LG就不用写了 对不对 同样的 如果SM MD和LG都相同 那我在这边写的时候 只要写什么呢 来看一下啊 嗯 我把它一起改啊 一起改 一起改 比如说我这边一起改了 改成什么呢 改成SM 你看 如果我这边统一 全部都改成SM了 都改成SM了 那也就意味着我的SM MD和LG都是相同的 XS跟它不一样 我们看一下啊 XS就跟它不一样了 看一下 怎么写这个东西比较重要 再来刷信一下啊 刷信一下 那992以下我应该继续保持了 992以下 我是SMA 保存了吗 SMA SMA 对吧 保存了没有啊 应该保存了 看一下啊 来 10992 诶 怎么又变过来了 你不应该变啊 这是多少啊 这是多少啊 又给我 又给我 又给我掉链子了啊 又给我掉链子了 SM跟L MG啊 768 768 768的时候 好吧 又给我掉链子了 我不是SM吗 call SM吗 小吗 哦 这里没有问题啊 这里难道没有 哪里又没有保存吗 没有问题的呀 原理上都是这个样子的 我不知道是不是今天 各种 出各种问题啊 SM 保存一下 再来重新打开看一下啊 原理上不应该出这个问题啊 看一下这个多少啊 哎 我的 我的 开发者啊 771看771的时候 刚才没有把它重新打开浏览器一下啊 到768的时候它才变 看到了吗 768的时候才开始变啊 然后到768向上 它是不是就不变了 就相当于是SM SM MD 和LG 是不是都一样 都一样 对不对 所以我们在分析互响应式的时候呢 如果我们发现屏幕的变化 如果我们发现屏幕变化 SM小屏中屏和LG大屏都一样 那我们在定样式的时候 只要写一个SM就可以了 只要写一个SM就可以了 只要写下面啊 小屏只要写 那它 这个三个当中最小的一个 那它向上就兼容了 向上就兼容了 所以我们在这里就要分析清楚的 就要分析清楚了 每一次它的响应是都要先分析好 然后我们再来写 写 这里面到底是写SM 还是写 还是写什么呀 XS 对吧 还是写MD 这个里面要注意啊 要分析好的 这个是它的一个三格的一个响应 这里就是一个三格的响应 这里我写了12个个子 对不对 那么平常我们 不会要写这么多啊 这个是因为我是给大家做的例子啊 不会要写这么多 一般情况下 甲丁说我保留三个 我如果说保留三个啊 我们一般情况下 就在这里面来写啊 这里改成MD啊 因为用MD的情况呢 比较多是吧 这里改成MD啊 有三个啊 有比如说我们现在保留三个 这经常用到的是吧 三个 二 三 那么三个的话呢 我只要这相加等于12就可以了 一定要注意啊 比如说我这里是三 这里是六 那还有多少呀 还有多少啊 九是吧 十二减九 十二减九 那就还有三 还有一个三 那么看一下啊 保存 保存以后看一下 你看 这就是我们的布局 一二三就出来了 而且它的响应是 它响应是什么响应呢 可以看得出来吗 MD MD363 就是说在中平的时候是363 那么好 大屏也是363 可明显啊 我们能看得出来 然后到SM的时候 在992向下的时候 992向下的时候 它就会看 会发生变化 它自动会发生变化 那么XS当然也就这种变化了啊 XS当然也是这种变化了 看到了吧 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啊 就这个意思 那如果说 如果说我下面要进一步来 进一步来写啊 进一步写 大家可以看到进一步的设定啊 我可以怎么写呢 我可以怎么写呢 我MD的时候是这个样子啊 那我在小屏的时候啊 我还可以继续写 我的这个呢 还可以怎么写呢 我在小屏的时候 它不是粘四个啊 它要粘五个 小屏的时候是粘五个 那么中间这个呢 是小屏的时候呢 也是粘SM-5 小屏的时候 那下面一个剩了 剩了多少了 剩了SM小屏的时候 剩了2对不对 是不是剩了2呀 那D怎么没有了 好啊 你看 这个时候就代表 我在切换成小屏的时候 小屏的时候 我同样这个DMV呢 它们两个呢 就等相等份 然后最后一个变来呢 就变小了 然后看一下啊 保存一下 我们看一下 是什么意思啊 小屏的时候是992 对不对 好的 大家可以看到 是什么情况啊 是在这两个是等分 这个是变成2 是吧 这变成5分 5分 变成2分 加起来是12分 很明显 这两个是等分的 这两个等分 什么时候呢 是在我们小屏的时候 是在小屏的时候 是768到992之间的时候 看啊 肯定是在 你看810吧 加大于768 小于992的时候 它是这样子的 那我大于992呢 大于992 大家看一下 大于992的时候 好了 大于992的时候 是不是又变成了 363 是不是363的布局了呀 这是这种响音是出来了 看到了吗 看到了吧 看到了啊 然后有同学说我那我还要其他的 那就可以继续写啊 继续写 插屏就是超小屏的时候怎么来写 我只要在后面继续写上就可以了 继续写上就可以了 还是比较方便的啊 还是比较方便的 那么这就是一个三格的时候 我在不同屏幕下用 直接用我们的这个列样式来进行布局 直接用列样式来进行布局 那么这里大家要明白四个等级的屏幕 再强调一下一个SM屏 一个XS屏就是最小号屏 小于768 然后是SM是768到992 然后MD是992到1200 LG呢是1200以上 LG是1200以上 对吧 这个就是我们的三格系统用的时候 这么来用的啊 三格系统用的时候就是来这么用的 看到了啊 它就是互相响应出来的啊 响应出来了 那么在这里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啊 还是把它打开看一下 对于列它默认的样式 大家也要了解一下 我们真正做到系统的时候 真正做到网页系统的时候 布局的时候就很重要了啊 对于这个列啊 对于这个Core-MD-3 我们可以知道它的本质是一个什么呀 本质它是不是就是一个类样式啊 你看Class等于Core-MD-3 它就是一个类样式吧 只不过这个类样式呢 是框架帮我们写好了 大家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 你看它用的框架 Core-MD-3 是不是啊 MD刚才它怎么知道是MD呢 它原来是把屏幕查询 Atmedia mean width 最小屏是992的时候 它的宽度占了25% 看到了吗 这就是他们这个代码能够实现的原因啊 这是那代码能够实现的原因啊 就是说屏幕查询呢 不确他们帮我们写了 我们不用再写 但实际上里面的样式代码 也就是个屏幕查询 对吧 上一堂课我给大家讲了屏幕查询了吧 Atmedia 最小屏 最小宽度是99 屏幕最小宽度是992的时候 我们这个样式MD-3的样式 它的宽度应用是25% 因为12嘛 一共12个 占3个 不就是四分之一吗 四分之一是不是就宽度 就25%啊 看到了 它的原理就在这里啊 原理就在这里 搞清楚了原理以后 原来一切都这么简单是吧 一切都这么简单啊 好 嗯 你看到没有 我们这里面其实它都是进行的一些屏幕查询啊 定定给它定的屏幕查询 当然这边不用我们写 它这个样式里面已经写好了 对吧 样式里已经写好了 这个就不用我们写 我们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了解到它就可以了 然后还有一点呢 要给大家说一下 我们在自己正式做的时候 我们要注意啊 要注意一个我们列样式 它有一个很讨厌的这个东西在里面的 大家看清楚啊 padding有左右各15 padding left和padding right 它有各左右15的px像素 这一点很重要 为什么呢 我们在真正做页面的时候 真正在做页面的时候 要能知道它原来是有padding值的 就是这个列啊 列样式它是有padding值的 看到吗 这里有啊 有这个padding值 那这个coremd-3 它是有一个padding值的 看到了啊 这个给大家提醒一下 因为后面做综合性的作业的时候呢 我们要能想到这个里面的空隙 从哪来的 我们要把它去掉 怎么来去啊 怎么来去 好 这个是 基本的三个系统当中的一个布局啊 基本的三个布局呢 大家能理解重点啊 今天的重点就是 中评小小评中评大评 他们的划分啊 他们的划分 具体的记不住 没关系 关于官方网页上它就有啊 官方网页上它就有 官方网页上它就有 行 然后呢 这个 回去以后呢 我这个不一个一个 就是跟这个我讲的跟这个呢 类似啊 跟讲的这个有点类似的 对不对 你看大家一起可以看一下 啊 回去以后 如果我上课讲的有点听不清楚 那么官方文档上的东西 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一下 大家看一下 这个跟我刚才讲的一样的是吧 在中评的时候粘一个格子 那么12个DIV 12个DIV 都是各粘一个 对吧 各粘一个 那这个是什么呢 中评的时候粘八份 这是中评的时候粘四份 那对应的代码 中评的时候粘八份 这个类样式啊 中评的时候粘四份 对吧 然后在下面是什么呀 中评的时候粘三 各粘三分之一 各粘四份 各粘四份出来的效果 123 123 还有中评的时候是对半分 各粘六份 各粘六份 CoreMD-6 CoreMD-6 那么它是在中评的时候 这一定要强调在什么条件下粘几份啊 其实这隐藏隐含的条件 就是中评和大评都是粘六份 注意啊 这里写了个MD 就隐含了 这里一定要强调一下 虽然我这里只看到写了一个MD-6 是吧 只看到了 只看到了CoreMD-6 但是我们要知道 其实大评的时候 它是不是也是粘六份啊 大评的时候啊 大评的时候它也是粘六份啊 它意味着它大评也是粘六份 为什么呢 刚才我已经说过它向上是兼容的 向上兼容 所以我们判断出 判断出来每一个屏幕的特点以后 我们就找小的写 找小的写 这个肯定是小的 MD是4 那LG肯定是4 但SM是不是呢 SM就不是 比它小的就不是了 比它大的 比它BMD大的也是4 要看出它隐含的 隐含的意思在里面啊 隐含的意思在里面 好的 那么这个是我们官网上这几个例子 大家看懂了啊 其实跟我刚才给大家举的例子是差不多的啊 差不多的 那么流适不举容器用的是container fluid 那刚才也给大家看了 container fluid 对吧 container fluid已经给大家看过了啊 不用再看了 然后下面 下面这个是 你看这种情况来了啊 两种 大家能看得懂了吗 这个能看懂了吗 这个现在能看懂了吗 从这里class 等于什么能看懂了吗 移动桌面啊 移动桌面 MD是8的时候啊 MD是8的时候 它是4 对吧 是4 然后插下最小屏的时候是满屏 看出来了吗 最小屏是满屏啊 都是这样子看的啊 最小屏 最小屏是占一半 是吧 最小屏是占一半 你看MD是4的时候 超过S在这 小屏的时候占一半 在这就又出来了啊 就出来了 那么类似的大家都可以来 学一下啊 都可以来学一下 下面呢 下面 下面的一些 我就简单的给大家看一下了啊 下面的这些给大家看了就是列偏移 Offset Offset 这个大家了解一下就行了 了解一下就行了 什么意思呢 我们把它换成12个格子 12格子可能更方便一点啥 刚才的12格子呢 还有吗 没有喽 稍等啊 看一下能不能复原过去啊 好 123 4 5 把它改一下啊 6 7 8 9 10 10 11 12 好的 好 那么这个又变成了12个格子了啊 又变成12格子 在MD下面又是12格子 对吧 这个能看懂了 啊 那么下面有几个不同的啊 下面有几个叫做链偏移 我们都对着这个来讲就可以了啊 对着这个讲来就可以了 一个叫做Offset CoreMD-Offset 后面加上一个数值 加上一个数值 就是给它进行一个偏移啊 进行 进行一个偏移 那偏移什么意思呢 它到哪去呢 来我们给它加一个比如说这个3这个地方 我们给它加一个 Core Core-MD-Offset 啊 偏移几个呢 F-S-E-T啊 偏移几个呢 比如说偏移两个位置啊 偏移两个位置 Offset是偏移 偏移到哪去 我们直接看效果就可以了 啊 直接看效果就可以了 那如果回去以后 我这边讲的你一下 一下子没有理解 还是一样的 这边有代码 大家可以回去在自己的电脑上 调制一下就可以了啊 然后我们来运行一下 你看到没有 3给它推了 推了两个是吧 本来是在3这个位置上 看到吗 3本来在这个位置上 这看得很清楚吧 4 5到5的位置上了 而11跟12呢 就给它推到下面一行来了 推到下面一行来了 看得出来吧 这就是Offset 偏移 这看得很清楚啊 到哪了 就到这来了 下面把11跟12的挤下来了 把11跟12挤下来了 这就是为偏移 看得一目了然是吧 能看清楚啊 Offset就是一个未偏移 那未偏移 位置的偏移 我们依然可以看一下 它是什么来实现的 它是什么来实现的啊 它的原理其实我们也能懂的啊 原理也能懂 把它看一下 它怎么来实现这个未偏移的 Offset 来看一下 它是通过什么来做的 看 它是通过 通过什么呀 Magin left 直接 加上它的一个 什么 我们说相当于绝对定位一样的是吧 给它直接加了一个强势的 Magin left 看到吗 加了一个Magin left 来定位的啊 给它加了一个 不叫定位 给它加了一个前面的 前面的什么 前面的Magin值啊 Magin值给它加起实现的 看到吧 啊 这个就是原理了 这就是原理在里面了 Offset Magin left 看到了啊 就是这么来做的 然后除了这个Offset以外 这个大家了解一下就可以了啊 了解了解它这个Offset 到底是什么样的东西 除了列片音以外 我们还有跟它相关的有一个叫Pool和Push啊 来一起看一下 叫列排序 有一个Pool Push 一个是推 一个是拉啊 一个是推 一个是拉 它们两个已经是方向不同 原理是一样的 就是方向不同 原理是一样的 我们来看一下 一个叫Push 一个叫Pool 看二 那么我们自己来看一看 看一看 啊 还是把三过来啊 CoreMD 杠 杠什么呢 杠Push吧 Push啊 Push杠二 好的 用Push 对吧 推 往哪推 好了 看看推到哪了 它有没有把它挤下来啊 你看跟Offset不一样的地方 它没有把它挤下来 对不对 三跑掉了 跑到哪去了 跑到这 跟五这边重合起来了 看得出来吧 不一样是吧 这里面有两个数字啊 有两个数字 三到了五的地方 而且它不像Offset一样 是给它把它给挤下来 它不挤 不给它挤下来 那么既然不给它挤下来的话 不给它挤下来的话 不给它挤下来的话 我们还是 哎 又被我关掉了 嗯 在这吧 把它刷新一下 啊 在这啊 五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Push啊 Push它实际上是什么样子的样式呢 实际上它是什么样的样式呢 我们来找一下啊 Push Push 啊 怎么找不着了 找不着了 找不着了 哎 大家能看出来它是通过什么来做了吗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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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啊 它是通过什么来做了吧 哎 找不着了 嗯 嗯 这个样式为什么找不着了呢 它是通过我们的定位来做了啊 Possession的位置定位来做的 这一点要注意一下 我们找不着了呢 嗯 这是内部的啊 它里面框架里面写的这个代码 内部里面写的这个代码 它的这个复元素是Lelative 复元素是Lelative 看到了 哎 真的没有 找不着了 找不着了 那么这样我们记住它跟Offset是不一样的 它其实是通过一个定位来实现的啊 它不把它下面往下挤了 不会沾它的文档流啊 不会挤沾它的文档流 那么最后一个就是Pool啊 最后一个就是Pool啊 嗯 Pool它好记得很啊 Pool好记得很是什么呢 只要往方向不同就可以了 你看三挤到前面来了 就是Push跟Pool很好挤啊 一个是往前 它的正 往后推的 一个是往前拉的 对吧 一个是往前拉的 那么它的位置我们是很 很 很方便的可以来改变的啊 很方便的可以改变的 就是我们在排版的时候可能会用到的 还有用到的啊 这一块 嗯 还有一个最后一个啊 最后再讲一个 最后再讲一个 再讲一个什么呢 再讲一个 嗯 再讲一个head 隐藏 这个head用的倒是很多啊 隐藏 隐藏用的很多 看吧 大家来看一下吧 其他的没有什么太多东西 我的隐藏呢 我的隐藏呢 隐藏没有 隐藏没有了吗 我们的新的这个版本当中 它的可见visible 这个属性不好用了啊 我这找不着了 这不找不着 我就这给他讲吧 那么有的很多时候 我需要有一些内容把它隐藏掉 把它隐藏掉 什么时候把它隐藏掉呢 嗯 给大家看一个例子啊 我们以后 大练习当中要做的这个例子啊 大练习当中要做的这个例子 这次这堂课不做啊 这堂课不做啊 这堂课不做 这堂课我们可能还 稍微困难了一点 我们后面堂课 后面堂课 给大家来做这个例子 这个例子 可以先给大家看一下 需要隐藏的 看一下啊 经常是用什么情况来做隐藏呢 这个已经打开了呀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么 看这个图片啊 看这个图片 对吧 看这块图片 这个是我LMD屏 LG屏 和 SM屏 都是一样的 SM屏都是一样的 但是到 再小再小 到XS屏的时候 到XS屏的时候 是不是那个图片就没有了 是不是经常要做这个事情啊 到XS屏的时候 是不是就图片就没有了 像这种问题啊 你看 像这个列表 这个列表就是什么呀 在SM屏 MD屏 和LG屏 它都是一样的 都是一样的 那我们只要写XSM屏就可以了 对不对 然后 这个图片 这个图片在什么时候 应该 XS 最小屏的时候 图片就不见了 对不对 最小屏的时候 图片就不见了 像我们做这种响应式最终 最终的时候呢 经常会要做到这种啊 经常会要做到这样的效果 XS屏一般情况下 我们都是要在手机端看的啊 在手机端看才可以 XA屏 都是在手机端看才可以 看上去效果才好 你看到难看 其实就是因为 我没有把它给转换成手机屏幕 没有把它转换成手机屏幕 那这个是手机屏幕的调试啊 你看 75就是XS屏 这是XS屏 看到吗 那XS屏 这所有的效果应该在手机屏 手机端看 那这里的一个图片就没有了 对吧 没有了 那我在大屏的地方看呢 我在大屏的时候看呢 你看 这个图片是有的 对吧 就是说在某一个屏幕下 我需要隐藏 需要隐藏 这个用的很多啊 这个用的很多 那么我们 在这里呢 经常会需要写什么呢 很很简单啊 比如说 我的 这个 12 12 MD是有的啊 那我在 Hidden 你看 有个隐藏 对吧 有个隐藏 我在SM的时候就隐藏掉 SM的时候隐藏掉 看到吗 我把一跟二都隐藏掉 什么时候隐藏掉啊 我在SM屏 就是小屏的时候就隐藏掉它啊 小屏的时候就隐藏掉它 看到了吗 我把它隐藏 这里觉得特别简单 就特别简单 这两个DMV Hidden SM 好了 把它看一下 嗯 那 1 1还有吗 看1是不是没有了 这里称了34567了 对不对 34567了 SM屏 看到了吗 这里要注意一下啊 SM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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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啊 SM屏是什么屏啊 小屏 小屏是什么时候啊 小屏什么时候啊 这里你在写之前 一定要搞清楚 小屏什么时候 7768到992之间 对不对 那我想把它隐藏 就可以隐藏掉了 但超小屏 也不隐藏呢 超小屏并不隐藏 注意啊 隐藏这一块 它不像刚才我们写前面的时候 它有向上见容 或向下覆盖这种情况 它只针对当前这一个屏来进行隐藏 只对这一个屏进行隐藏 那在超小屏XS里面 看XS啊 XS是不是又出来了 XS又出来了 看到吗 它只在SM屏隐藏 SM屏隐藏 一二就没有了 这一点要注意 它只对当前一个屏进行隐藏 而我们在做布局的时候 它是具有MD 它是具有向上兼容和向下覆盖 向上兼容和向下覆盖的 这个意思的啊 看一下 我再来找一下 看一下能不能找到它的开发工具里面啊 开发工具里面找一下 找找看找找看 找找看 希望能找着 我就不到它的原文件里面去找 我就想在这里找 想到这里面来找 能不能找得着呢 找不着吗 找不着耶 要到原文件里面去找了啊 在这边没有 没有它的这个意思呢 我就说一下吧 我就不到它里面去找了啊 它就是一个display block 进行一个屏幕判断啊 它就是一个进行一个屏幕查询 屏幕查询出是一个小屏的时候 然后就用了我们平常用的display display什么 display的一个num 非常简单 但是它把这个功能给封装起来了 功能给封装起来了 然后我们用到这个框架的时候 我需要哪一个在什么屏幕不可见 大家可以看到 非常简单吧 在屏幕上 在小屏上 这个div不可见 你只要写heiden-sm 在小屏上 这个r不可见 我只要写一个sm heiden-sm 那插屏呢 插s对不对 抄小屏 就可以了 就可以了啊 这是整个页面的布局啊 整个页面的布局 三格化的一个布局系统 我今天讲究这么多东西啊 三格化的布局系统 讲究这么多东西 今天的立案作业呢 布置是布置的 大家选做啊 作业选做 大家可以做 大家可以做 主要是主要是对照着我们学习啊 我们不管是学我们计算机啊 计算机尤其是像这种框架技术 一定要学会他的官网上的一个文档资料 要学会看 要学会看他官网上的文档资料 所以今天的做作业的重点呢 大家在官网上把我们的三格系统 大家看啊 点一下 三格系统里面的这一些 这一些把它看一下 这一些把它看一下 我刚包括我刚才讲的也是类似的 自己自己 像我做这个例子一样的 把它给每一个做过一下啊 每一个体验一下 体验一下他的例子啊 官网上的这些最基本的布局 把什么时候用MD 什么时候啊 这里啊 什么时候用MD的啊 他的布局的特性啊 布局的特性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就可以了啊 那么 新课 新课 新课就讲这么多啊 新课就讲这么多 给大家归纳一下 归纳一下 其实今天要大家重点掌握的就是12个三格系统 是吧 12个三格 三格布局 对吧 重点重点的重点啊 四种屏幕要了解啊 XSSM和MD和LG四种屏幕 对不对 那么四种屏幕我们称之为都是放在Core 放在这个列里面的 所以他前面都有一个Core开头 那列之前又有什么呢 列之前有什么呢 列一定要放在行里面 row里面 那行前面又要放在哪个里面呢 行又要在哪里呢 行又要在container container里面啊 container里面所以呢 它是一行 一个一行一行 一环套一环的啊 一环套一环的 首先一定要有一个container 然后一定要有一个row 要有一个row row下面呢 才有列啊 才有Core 才有Core 看懂了吗 才有Core Core呢 又可以分为列里面 分成Core SXS Core Core MD 和Column LG 对吧 这个我拼错了啊 不好意思 container拼错了 多了一个O 多了一个O 好啊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要讲一下啊 如果我需要嵌套 如果我需要嵌套 嵌套 如果我需要嵌套 加肉嵌套 不要再加container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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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加肉嵌套 什么意思呢 来 给我看一下啊 把这个再改成 把嵌套说一下吧 咦 太多了 嗯 把嵌套说一下啊 我们把嵌套说一下 嗯 嗯 我们把这个三个 这是七个啊 这是两个啊 一二三 保存 看一下 现在是 一二三 对吧 如果在这个中间 我要继续嵌套 又要嵌套啊 嵌套分成对半分 那应该怎么写呢 在这个中间 我要继续嵌套 继续加布局啊 那应该怎么写呢 加肉 不是加container 一定要是加肉啊 点肉 一定是加肉 肉里面 肉里面加 比如说我下面个粘 六啊 各粘六 那两个里面各粘六 是这样子嵌套的啊 也就是说 我要继续嵌套的话 我是加入 在这个列里面 再加入来进行嵌套 这样进行嵌套 看一下 嗯 看不出来啊 看不出来 那这里面就是嵌套的是 三吧 三没有 一二啊 2-1 这是2-2 2-2 2-2啊 这是嵌套的 给它也加一个背景啊 加一个边框线 把它样式用一下 刷新一下 刷新一下 刷新 那 这就是嵌套在里面了 2-1 2-2 又嵌套了一层是吧 线都变粗了 对吗 1 这是嵌套在里面 两边分成两部分 3 看到吗 这就是一个嵌套 这里特别注意的是 我的container container container容器 不管是container 还是container flow的容器 总归是一个啊 始终是一个 然后 所有的bootschip当中 我们要进行布局列的时候 要写 始终记住先有行 再有core 先有行 再有core 再有列 在写列的时候 要明确出我们的屏幕的特性了 就要明确出我响应式的特性 根据不同的屏幕 什么时候来写 到底是写MD 还是写XS 还是写SM 对不对 这个时候就要看一下 我们响应的要求来写啊 这是根据实际情况来写的 到底是写MD 还是写SM 还是写ARG啊 在写列的时候就要考虑好 那就要开始分析 分析出我 我们的页面到底是什么情况 好了 今天就到这了 作业 作业给大家看一下吧 作业啊 作业 作业 我们的作业呢 可以做 选做啊 作业是选做 来吧 为什么是选做呢 不是这个 打开错了啊 不是做这个作业 做这个作业啊 写实现方法有很多啊 图片 文本 文本 图片 那么我们用这个布局 大家可以看一下 可以看看啊 那么我们看这个 来吧 这个作业的 你怎么现在回来 看啊 呃 992 992 我们看啊 992跟1200 好像没什么差别 对吧 992 1200 没什么差别 那992下面就是768了 768 768 767 小了吧 也没有什么差别 也没有什么差别吧 没有什么差别啊 768以下呢 哦 在这 768以下 在这 在这啊 那么这个例子呢 我建议大家不一定完全按照我的样子做啊 所以给大家说是选做 你可以做一个给大家个素材进行一个练习啊 进行一个练习 我们做一个MD一个情况 SM是什么情况 XS屏什么情况 都可以啊 都可以 这个不定 不定最重要求啊 只要有响应式就可以了 用bootschip的框架来进行一个响应式就可以了 好吧 好 今天的课就讲到这 有什么问题 我们群里面问啊 群里面问 你的flex的发的图 你的 你的代码发错了 那个flex的代码你发给我看的发错了 你发给我看了一个flex的最之前的代码 我看不出来 克里姆啊 你的那个 那个叫什么 你发给我看的代码我看的不对啊 是不是发错了 好了 就就到这啊 下课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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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